你 潘总啊 能不能别再跟我踢啤酒了 这样有意思吗 不是 人事部是人事部 你们奉公中心 先把项目给过了不就完了 公司规定 我知道 我知道这公司规定 但它不合理 不做项目就不给续约 不续约就不给做项目 这什么狗屁规定 你告诉我 我态度怎么了 我态度跟这有关吗 我换个态度 你就会答应了是吗 行 那我换吧 潘总 求求您心情好吧 帮帮忙忙嘛 这样行吗 满意了吗 看 潘总啊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刚刚是我太激动了 是 是 是 都是我的问题 我的错 我诚挚地向您道歉 你 你也知道我这脾气嘛 对吧 不如这样吧 潘总 晚上我 我约个地方 然后请您吃顿饭 好好向您赔个罪 一起把那个人事部的高总理约上 咱们好好地商量商量 行 你不用说了 干吗呢 干吗呢 晚上咱俩吃什么呀 我又吃火锅 火锅不行 火锅是第二天闹肚子的 你真疼疼瘦 你有病啊 不是 超哥 没事 公司新来小孩 不懂事 帮利他 咱接着聊啊 那行 超哥 我有个事想要跟你说 你先站那儿等着去 行 行 行 去你的 好 叔爸 什么事啊 就是苏总今天问的那个 模凡服事的那个事 我仔细地查了一下 他们的报表确实有问题 而且几个大的经销商 都说跟他们终止合作了 还有工厂那边 说呀 接着说呀 我听着呢 郝总 超哥 我真的是实事求是 我 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就闭嘴 下面起 什么情况是你了解 还是我了解 您了解 那不就完了吗 干好你该干的事 好 等会儿 记住了啊 两件事 多管闲事多吃屁 少管闲事少 少拉你什么 还有 下回我打电话的时候 别唱话 好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谢谢吴总 不好意思啊 刚才让你见笑的 我也没好到哪儿去 忍忍吧 您说什么 看你这样子 不用说也知道 肯定又是马总吧 再忍忍吧